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1号,星期四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新疆人权大火 越烧越旺,一举扭转中西关系 第二个主题是人民银行,数字人民币 可跨境支付 这都是两个比较长的主题,我就担心后面讲不完 关于新疆这个议题,我们上午有一个直播一也是关于新疆的议题 当然今天直播一不完全是讲新疆议题,延伸到了新疆议题 我非常强烈建议我们的网友今天如果没有看 这个直播一的节目呢,请大家 看一下直播一的节目,很值得一看 直播一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有一些网友来找我,跟我说 希望可以把这个议题讲下去 其中包括什么呢 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核心的问题是大家都在问 什么叫种族灭绝,种族灭绝到底是什么含义 怎么理解这件事情 中国官方也做了一些反驳,那么反驳是不是能够解释这个问题 那我就做了一些准备,所以我今天准备讲一下这个议题 同时我会把最新的一个进展 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一方面 通过这件事情 我们要了解发生在新疆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新疆的人权议题 来观察中国跟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包括欧洲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变化的 这是我们两个主要的角度 那超出我们的 预期就是 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中国,特别是中美之间,中美之间有很多的议题 那么在这么多的议题当中 包括我本人也没有把新疆的议题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 具有战略性的议题 他可能是一个 可能会变成一个政策工具 但是没有想到真正影响中美关系 和中国跟西方关系的 恰恰就是 新疆议题 反而 牵动了很多利益的一些议题,你比如说 台湾议题 比如说香港议题 他都没有最终成为 比如说这个贸易议题 比如说这个 高科技议题 都没有成为 中国和西方,特别是中美之间的一个 改变 改变关系结构的议题 反而新疆变成了一个这样的议题 这是超出 至少超出我的 我的判断,但是 不管怎么样 他这个新疆人权大火是越烧越旺 我们开始今天的主题 美国国务院在川普任期的最后一天 1月19号 今年的1月19号宣布 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进行的大规模镇压,是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 这是迄今为止针对中国治疆政策 最严厉的谴责 这件事情是所有一切的开始 最重要的部分 然后呢 加拿大议会和荷兰议会分别在2月23号 和25号通过动议 也认定 中国正在对新疆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不仅仅是美国在说 加拿大荷兰都有人在说 那么人权组织和联合国专家都说 那么至少100万 穆斯林 维吾尔穆斯林 被关押在新疆的学习营里 并指责中国使用酷刑,强迫劳动和节育的方式 对待维吾尔人 那么人权组织呼吁 国教委会将这个北京冬奥会 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举行 与此同时,人权组织 以侵犯人权 和强迫劳动为由,呼吁抵制新疆棉花 番茄等产品 美国在1月17号通过了行政命令禁止进口 新疆的棉花和番茄制品 那么3月29号上午 中国外交部和新疆自治区,那么就这个新疆的问题 开了一个记者会 记者会上面新华社提问说 境外一些国家机构和媒体称,中国政府以反恐为由 大规模侵犯的人权,违反了联合国 防止及惩治 灭绝 种族灭绝罪公约 犯下了种族灭绝罪,对此你有何回应 然后新疆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 叫伊丽江 阿纳伊 阿纳伊是这么说,他回应 我就原文照读 称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 荒谬结伦 事实上 新疆维吾尔 等少数民族的人口一直在增长 根据统计,2010年到2018年新疆常住人口从2180 81万上升到2486万 增加了305万 维吾尔族人口从1017万增加到1271万 增长25% 汉族人口从882万上升到900万增加了17万 如果实施了种族灭绝 维吾尔族还会有这么大幅人口增长吗 就是 八年期间涨了 意思就是八年期间涨了200多万 好,我们不讨论 我们不讨论这个数据的真实性 因为 中共在 中共在对外发言或者对内发言的过程当中 他们对事实的边界是没有界限的 他们是按照需要来说话 但是我们今天不讨论它的数据的真实性 那么人口数据 就是 新疆维吾尔族区说 这个 新疆的人口增加了,维吾尔族的人口增加了 是不是就意味着 可以否定存在这个种族灭绝 那么种族灭绝到底什么意思 这个一个词的来源是什么 种族灭绝这个词英文叫genocide genocide就是 由是由一个 波兰的犹太人 他是个律师,他发明的,他前面genos 是这个人种部落的意思 side就是杀戮的意思,把这两个放在一起 就变成了这个种族灭绝 是他发明的这个词,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律师他叫拉斐尔 拉斐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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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经历了 纳粹德国的大屠杀 他亲眼看到这个大屠杀 他除了他的一个兄弟以外,他们全家人都被 都被杀害 所以呢他就在二战之后发起一场运动 这场运动呢要让种族灭绝在国际法下 认定为一个罪行 那么1948年 12月 联合国通过了 防止 及惩治 种族灭绝罪公约 那么这个公约是1951年生效 全世界有15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这个公约 包括中国 包括中国 那么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 他 有一个定义 他的定义叫 国际法上,种族灭绝在国际法上是一种罪行 也是祸害人类最为惨烈的罪行 那么 公约的第2条定义,种族灭绝的定义是什么 定义就是 蓄意 摧毁某一民族 人种 种族 或者宗教团体的行为 民族 人种 种族 宗教团体的行为 这是第1个 他的行为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些 杀害该团体的成员 致死其成员遭受严重的身体 或精神伤害 第2个 第3个 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态下 以致摧毁其成员的生命 这是第3个 第4个 强制实施 第4个 第5个 强制将其后代 转移至 另一团体 这5个 就是 这5个行为都属于什么 都属于种族灭绝 所以他的灭绝的定义不是说 你把人全部杀光叫种族灭绝 不是的 种族灭绝 比我们讲看到的 纳粹在集中营大规模屠杀 他的定义的范围要广得多 范围要广很多 国际律师协会人权研究所总监 Helen Kennedy ,她认为 在理想的情况下 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指控 应该由国际法院 法庭 或者专门成立联合国调查机制 进行审议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 为什么 因为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这个工作发生不了 但是 这并不妨碍 各个国家做出自己的决定 然后肯尼迪指出 中国政府针对 新疆维吾尔人采取的行动 符合公约的定义 比如说 身体虐待 性暴力 设置集中营 强迫劳动 强制节育 堕胎等 其中涉及的规模 和社会 社会影响的程度 超出了国际社会的想象 这是她说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后面是我说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新疆自治区发言人以人口增长为理由的辩护完全站不住脚 这是第1个 第2个 那么以这个国际法庭发生的这个种族灭绝罪有哪些呢?总共有 总共有 几个 一个 就是卢旺达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裁裁定 1998年裁定 1994年在卢旺达80万图西族 和糊涂族人死于 种族灭绝 那么 卢旺达 塔巴镇的糊涂族领导人 让保罗 阿卡耶稣犯有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 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上的裁决,因为这是第1次 第1次 然后到了这个 到了1995 1995年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那么 将这个1995年发生在波斯尼亚 斯雷布雷尼查 的大屠杀定为 这个种族灭绝 然后2019年 赛族前领导人卡拉基奇 上诉被驳回,他被判有种族灭绝罪 终身监禁 然后是2004年 塞维亚武装部队指挥官 克尔斯蒂奇被法员裁定有种族灭绝罪 他在1995年7月发生的这次大屠杀中 杀害了7000多名穆斯林 然后克尔斯蒂奇就对这个罪名提起上诉 说这个数字微不足道,只杀了7000人,为什么说是种族灭绝 然后这个最高法院驳回了他的观点 国际刑事法庭就在这个案例当中 拓宽了 种族灭绝的定义 就是说,你说7000人人太少,不能不算数 这就不对 这是不对的 所以这是第2个,第3个 国际刑事法庭针对1959年至2004年发生在 苏丹 苏丹达福尔的杀戮,指这个苏丹前总统巴西尔 犯下种族灭绝罪,并在2009年发 发动这个发布这个通缉令,这是第3 国际法庭 已经判过的就是这3个 这3个 然后美国,美国是2016年认定 伊斯兰国,就是ISIS,在伊拉克和叙利亚 对基督徒 雅兹敌人 和失业派少数民族进行了种族灭绝 然后 美国确认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的行动是种族灭绝 这个行动有什么影响 这个行动有三个影响 第一个影响 根据公约 西方媒体 揭露出来的这些情况表明 新疆的确存在种族灭绝的指控是成立的,这是第1个 所以这点影响是其实非常大 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影响 这是第1个,第2个 美国政府的指控并不能立即改改变新疆 维吾尔人的人权 人权状况,就是他们被迫害的这个状况并不能改变 但是 这是发起制裁的基础 你可以看到,后面就有一系列的制裁 是基于这个指控而来 这是第2个,第3个 这个指控在外交上是一个 施加压力的杠杆 所以我们刚才前面就讲 我们看到的,我们原来以为涉及到很多利益的热点问题,并没有成为一个 很重要的杠杆 反而新疆的人权问题 成为一个重要的杠杆 他也让西方国家 那么走向联合,他成为西方国家走向联合的一个沾合计 那么目前,从目前来看 新疆人权议题这个大火 越烧越旺 它产生了四个方面的 巨大的政治影响 第一个影响 新疆问题,新疆人权问题已经进入联合国的层面 联合国是一个国家政治平台 国际政治舞台 那么正好中国跟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包括欧盟,包括其他的西方国家 现在正在进行一场外交战 那么当新疆的这个议题 进入联合国层面的时候 那么新疆的 新疆的议题就会成为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加压力 进行政治杠杆的一个工具和支点 这是肯定是中国外交层面 没有想到的效果 这是第一个 你看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3月28号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 目前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 正在和中国进行严肃的谈判 讨论允许联合国官员进入新疆 不受限制的访问中国新疆 那中国在多个场合 向我声明,他们希望这个访问能够成行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访问团能够不受约束 不受限制的接触到他们想接触的各个领域 这就是 古特雷斯 古特雷斯 把这个话说出来是什么意思 就是 联合国 联合国秘书处 秘书长 这个层面 已经对这个议题施加压力了,这就是施加压力的方式 所以 你可以看到 新疆人权议题将会在联合国层面 越来越多的讨论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影响 巨大的政治影响 这是第1个,第2个 中国跟西方国家在新疆人权议题 开展外交战 欧盟 美国 英国加拿大3月22号 同一天宣布 制裁中国新疆官员 这是西方国家第1次这个规模 这种级别 这种规模的制裁行动 而且这四个国家 共享一个制裁名单 这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应该是64以后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那么一个星期 之后的一个星期就是中国的反制裁 然后反制裁双方就进行了外交战 那么中国跟西方的关系跌到了历史新低,这个没有疑问 其中有一个直接的后果是什么 直接的后果就是 去年 中国在外交上取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 中欧投资协定 那么这个中欧投资协定在这个政治背景之下 将化为乌有 将化为乌有 那么围绕着 围绕着中国,那么西方国家不断的开始进行各种组合 各种联合,各种共同行动 另外一方面,中国也在寻找他的支持者 包括他跟 他跟俄罗斯,他跟伊朗都开始进行一些交易,也希望形成一个联合 包括朝鲜等等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新疆人权议题之下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对抗态势已经形成 这是一开始都没想到的 中国跟西方的这种对抗,我今天 和一个朋友在谈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觉得是这样的,中国跟西方的这个冲突 其实不可避免 不可避免的原因是什么 不可避免的原因就是 利益上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 都不可避免的发生冲突 就是中国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扩张 还有他的地缘政治的扩张 他根本就没有停下来过 在这两个领域,其实西方是不可接受 对目前 中国输出的意识形态 和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等地缘政治的这个扩张 西方国家是绝对不可接受 那么 当他不可接受的时候 所以双方的这种冲突 迟早会发生 只是时间的问题 那么新疆议题意味着什么 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 川普政府去年 发动的这个中美贸易战 和新疆这个议题,实际上你可以看到新疆议题其实也是川普政府 拎出来 川普政府把这个中国跟西方之间发生的冲突 发生的对抗 提到了更前面,往前提了很长时间 因为 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川普政府的前期的铺垫 这件事情不会这么快到来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件事情就已经 来到我们面前 这个比大家 这超出大家的想象 这是第2个影响 第3个影响 新疆议题引发了两个直接的 具体的后果 第1个后果 就是新疆棉花 抵制新疆棉花 第2个后果 就是明年北京冬奥会 现在就是 现在西方的这个政治 西方的诉求开始人权组织也好,开始各种组织也好 开始提出这两个诉求 一个是抵制新疆棉花 一个是抵制 这个明年的北京冬奥会 这两件事情 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后果 我们先说棉花 新疆棉花占中国棉花产量的85% 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要抵制新疆棉花,基本上你会抵制整个中国的纺织业 或者是服装业 我们叫纺织服装业 那也就意味着 中国的纺织 服装业 是个什么样的产业呢 第1个,它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有过亿就业人口 这是第1个 第2个 这是一个上万亿的 上万亿的这个产业 就是应该,理论上应该是有2万亿,整个的产值是有2万亿的产业 过亿的就业人口 第3,最要命的是什么 最要命的,它对外界的 它对西方市场 非常依赖 三大西方市场 美国 欧洲 日本 然后是顺便再加两个,一个是澳大利亚,一个加拿大 他非常依赖 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 他们不生产服装 他们服装都是去第3世界国家 包括中国 如果西方国家开始抵制的话 那后果是非常严重 因为现在的实际上 现在正在发生的情况是 东南亚 巴基斯坦 孟建拉 都在 都在开始 抢 中国在这三个主要市场上的市场份额 中国在这三个市场份额都是超过30%的市场份额 但是如果你抵制的话,这几个国家 在这个市场当中跟你抢 那产业链就会发生转移 这影响会非常的大,这是第1个,第2个 冬奥会 冬奥会 冬奥会那当然,这冬奥会当然核心的是什么 核心的是政治影响 这叫什么,这叫家门口被打脸 啪啪响 那么政治后果是非常的严重,政治代价会非常的巨大 而且在这件事情上 又会形成一个 又会形成一个什么 又会促成 西方国家的 联合 合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未来的发展 未来的发展会有一系列的,你可以看 我随便拿几条新闻,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影响,第1个 法国海军主导的叫拉比卢兹多国联合演戏 今年会在这个孟加拉湾举行 那么谁会参加呢 谁会参加 法国,你看 法国 日本 美国 澳大利亚 印度 五个国家参加 实际上这五个国家是什么 法国加 美日 澳印 四方安全对话 这国家 就 加上,那么然后 还有什么呢 总共五个国家参加 而且 今年还特别之处在哪 英国跟德国 都已经 预定了会派船,派军舰 去印太地区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在孟加拉湾举行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加拿大 加拿大这个他的船,军舰 从这个什么呢 从 从这个叫什么 看一下 从菲律宾 穿过南中国海 直接到文莱 穿过南中国海 然后中国 派军舰全程监视 加拿大派船去了 德国派船去了 法国派船去了 英国派船去了 然后澳大利亚派船去了 现在加拿大也派船去了 你可以看一下 整个四方对话 都有军舰在那边 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到西方国家正在做什么准备 正在做他们很多的联合的准备 所有的原因都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当前最热门的议题 这几个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新疆议题新疆人权议题的 熊熊大火 正在让中国不断的付出 付出代价 付出 外交上的 政治上的 代价然后他制造了越来越多的对手 然后而且 推动了对手的联合 这对中国来说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 他们肯定是没有想到的一个结果 好吧那我们第1个主题 就讲到这里那么我实际上我没有时间讲第2个主题 第2个主题我简单的说一下 人民银行4月1号举行这个新闻发布会 那么新闻发布会 人民银行的这个 研究局的局长 叫王信 王信他说说两点 第1点 数字人民币 将主要用于国内的零售支付 目前已经在国内多个试点地区进行测试 测试场景越来越丰富也考虑 在条件成熟的时候 顺应市场需要用于跨境支付交易 那么他说呢 他说前一段时间的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 和香港金融管理局就数字人民币在内的 和香港地区的跨境使用进行了技术测试 这是人民币试点的一次常规性研发测试工作 在国内呢 数字人民币在多个地方正在试用 与此同时也在和香港金管局一道合作 在跨境使用方面进行一些技术测试 然后近期在国际结算 银行香港创新中心的支持下 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和香港金管局 泰国中央银行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发起了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 的研究项目 然后呢就 基本上 然后他们就进行了技术测试 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 我大体上评价一下 地点 人民银行 这个还有其他的内容我们今天不说了 人民银行的这番表示有几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就是 我认为人民银行发行数字人民币的时间 时间越来越近了 这是第1个 第2个 所谓的跨境使用呢 跨境结算呢 你看一下 都跟谁 都跟哪些国家 进行了测试 香港 香港不用说啊 他们自己控制的地方 然后泰国 阿联酋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 你要知道跨境结算需要对方接受才行 那可见对方没有接受 那也就是这几个 没有太大的意义 虽然人民币 中国国内 有很大的呼声 说提高人民币 的国际化 然后今天这个王信 跑出来讲 如果市场有这个需要 我们也可以用于跨境结算 但是 人民币国际化这件事情 的前提是不存在的 人民币没有实现 汇率的自由 波动 自由 市场 市场化 汇率没有实现市场化 中国还有外汇管制 以这两个为前提的话 人民币国际化 是不存在前提的 所以他想这个话呢 言过其实 但是毫无疑问 这个记者会透出来的信息 就是数字人民币的面试越来越近 好吧 我们今天就两个主题 就讲这么多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 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 请大家不要聊天 那么四个 情况 问题 观点 情绪 请大家点亮小铃铛 同时需要的话 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号和 推特号 这样的话呢 可以 如果 平台没有发 就是通知的话 也可以直接到这个推特跟脸书上 点击这个链接进入直播 好吗 好 鸣谢 谢谢 观点 听王老师节目已经一年了 三观被彻底刷新 王老师说 每一个成年人都知道新疆的问题的真相 这大大低估了 中国政府洗脑的能力 墙内的朋友没有言论自由 长期被洗脑 政府具有强大的欺骗和煽动性 他们有的身为医生在疫情中受尽了苦 但是仍然为中国的强制手段 控制疫情而感到自豪 他们仍然沉浸在大美 新疆的宣传中无法自拔 他们把中美冲突看成是美国打压中国崛起 中国人最需要的是 一个看到墙外真实世界的机会 有 这种情况是有的 你说的没错 是有的 但是 这一点都不冲突 这一点都不冲突 就是 他跑出来跟你讲是一回事 当你谈到新疆议题的时候 你在大部分中国人的嘴里会听到 官方的版本 这是会的 但是你问他自己 他自己问他自己 他知道吗 他知道 我还是认为 他知道 他只不过违心的说一些违心的话而已 这个 我不同意 一个正常的 成年中国人 成中国的成年人 一定知道 中国政府在新疆 干的是什么 因为实在我们很容易 很容易推导出来 这件事情发生的是什么 因为 你想一下 六四是什么 文革是什么 这个 镇压反革命是什么 你把这些事情 什么反右是什么 你把这些全部放在一起 你就知道 他们在新疆干了些什么 文革不用说别的 文革武器干校 你知道是什么吗 武器干校跟现在的教育营不是一样的东西吗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说一个成年的中国的成年人 不知道他们在新疆干什么 那是装傻 我认为那是装傻 他不愿意说而已 观点CCP的少数民族政策是很失败的 CCP的一贯政策就是通婚和同化 逐渐让维族人失去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并且不断地掠夺当地的资源 作为一个从小 就占尽优势的汉人来说 我们从来不会站在维族人的角度去看问题 相反 觉得维族人是被优待的是不公平的 这次CCP极差的执政能力 和不断洗脑的后果 把这个拿来说事呢 就是自己给自己装子弹 对吗 优待 优待 给自己装子弹 是吧 观点 西方国家因为新疆问题联合集结 正好政委CCP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的说法 道义并非空虚 至少在正常的民主国家 这是一面能够号令大众的旗帜 观点 对维族的人的种族灭绝 是最能够让国际社会团结一致 对抗中共的议题 这比病毒溯源 香港议题或者是台湾议题 在国际上 更政治正确 符合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民意 且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这几年在新疆人权议题上 西方掌握的证据是无可反驳的 结果是西方国家迅速的达成一致的行动 OK 观点 民族这个 这两个字本身就是偷换概念 王老师以前说过 中共的语术 其实就是种族 OK 我那天看了一个帖子 什么帖子 就是关于中国的这个现代汉语词汇的来源 中国现代汉语的词汇来 90%是来自于日语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经常很多人讲中国大国崛起 牛啊 多牛啊 有多牛 你说中国人在 现代文明当中有多大的贡献 你现代文明就包括种族这个词 包括民族这个词 都来自日语 情况 我老公的同学娶了一个新疆姑娘 前几年突然失踪 家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 她到处找关系 托人打听 好几个月才知道被关进训练营 也不允许探望 最近被放了出来 但没有给 给出为什么失踪 王老师的主题很好 在一个没有基本人权的国家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那5% 非常对 观点加提问 西方目前团结让人鼓舞 但是以前针对西藏人权也提过类似的挑战 最后不了了之 这次会不会重蹈覆辙 我不知道 我不是算命先生 但是在以前在西藏的议题 西藏议题最认真 最投入最大的是美国 美国 在西藏议题上面投入了很多的资源 但是在过去的很长的时间里面 西藏议题都没有达到这次新疆议题这么高的 这么大规模和这么高的高度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中国跟西方国家的关系 因为大家知道 当你的关系还可以的时候 那当然这个议题上不到那么大高度 也不会发生这么大范围 那么现在中西方开始对抗 那么这个议题才会跑得这么高 所以这是有关联的 所以我们经常 我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 当我们在说这个东西OK 这个东西起来 那就有人就问 为什么这个不起来 起来是有原因的 不起来就是这个原因还没有到 就这么简单 请问王老师 新疆议题和真相在国内会不会变成 和64一样的禁忌 你要不去微博上试一下 看看是不是禁忌 如果你能把那帖子发出来 可能就不是禁忌吧 提问 美国放弃制裁伊朗了吗 为什么中国可以和伊朗公开大规模的合作 不怕制裁吗 中国支持 支持朝鲜都是暗中进行的 美国制裁伊朗是在一定的范围的 就是 中国跟伊朗的合作 只要不碰这范围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 我没有看到 你说的这种不怕 这种大规模合作 跟美国的制裁有什么冲突没有 理论上来说 在技术上是完全可以操作的 没有 并不困难 但是对朝鲜不一样 就算对伊朗 它是一个经贸合作 经贸合作 你可能 我那天有网友说 我们就 不结算嘛 对吧 你把石油给我 算一下多少钱 我这边投资 算一下多少钱 然后我们再对账 我就不发生汇率交换就行了 所以这个 这个也可能是一种规避的方式吧 朝鲜不同啊 朝鲜你要么把钱给他 要么把东西给他 你都是有记录的呀 这个不一样 提问 为什么穆斯林国家对新疆问题发生不多 不是发生不多 基本上都闭嘴 为什么 撒钱吧 我觉得主要是撒钱吧 特别是中亚地区 中亚地区前些年 其实新疆的问题在 2000年左右的时候 其实是蛮严重 那个时候也蛮严重 但那个时候中东一些国家 包括像沙特这些国家 是给钱的 是资助新疆的一些 一些组织的 但现在不说话 可能也跟撒钱有关系 这个我不清楚 我没有太 我没有看过这方面的材料 问题 中国在新疆误抓哈萨克人 进再教育 引爆哈萨克反华示威 结果遭到哈萨克政府逮捕 哈萨克政府帮助中国迫害哈萨克人 是否跟世人警示了一带一路 以伤逼政 为何中国连哈萨克人都敢抓进再教育 他们是不害怕哈萨克人逃回国后 再成为再教育营的铁证吗 我不知道他还不害怕 你问这样的问题 我没法打你 你认为那是误抓吗 我不觉得是误抓 一定不是误抓 这还有什么误不误的呀 那个人是谁 把他抓来 你不知道他是谁吗 怎么可能 我们今天上午的节目里面 别人有多四亲 啥都清清楚楚 档案里面写的清清楚 把你抓走 你觉得是误抓吗 不可能是误抓 所以 他就是要抓 至于说他逃走 他没想你会逃走啊 对吗 抓了就抓了 不想你逃走 所以你问这个问题我答不了 情况 现在墙内大力宣传防欺诈 社区都建有微信群 微信圈 有公安和社区人员在群里 把住户都拉进去 现在又推广下载防欺诈APP 怀疑这种行为是否罪翁自已不在酒 欺诈不重要 重点是有个合理的理由 加强对人员的管控 就是对人身进行控制 各种方法 他会用尽一切办法 进行人身控制 害怕 害怕人民 中共 啥都不怕 就害怕人民 要不 要不这个24小时都要登记 你想想什么情况 提问 昨天跟朋友聊 为什么中国会认为东升西降 他说了一句 可能是因为最近这几年 西方很多国家开始大麻合法化 而中国人的历史 惯性认为鸦片战争拖垮大清 我觉得他说的有一定道理 想听听王老师的意见 大麻又不会形成依赖 大麻不上瘾 这是有医学根据的 这也是为什么大麻会合法化的其中一个原因 那么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东升西降 东升西降 对我来说 我今天还真是聊了这个话题 东升西降有一个很重要的 叫什么 文化背景 在西方国家70年代以后 70年代以后 西方国家有一批 有一批这种思想界的这种学者 开始反思 反思西方文明 反思西方文明 那么就有很多的就是这方面的著作 西方文明的 对西方文明的反思 对西方文明的批判 对西方文明的观察 分析 那么就出了很多这方面的书 我在读大学的时代 就是80年代大学生 大体上都看过一堆这方面的书 大体上 都看过一堆这方面的书 就是 西方文明的 这个堕落啊 书架上有好多呢 我的书架上好多这种书 那个时候真的是看很多这方面的书 但是其实呢 其实他并没有 这些西方的这些反思或者是批判呢 他们是从怎么样去 理解西方文明 的进程 的角度去说的 所以 我的脑子里其实也有一种这种看法 就觉得 西方文明 因为在这种批判的语境之下 我们原来觉得西方列强 但是实际上在这种批判的语境之下 会觉得 西方文明是有问题的 然后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学的中学课本讲得很清楚啊 西方国家 帝国主义是腐朽没落的 腐朽没落的最终 我们学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 最终帝国主义是腐朽没落 腐朽没落最终反映的什么 东升西降 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 就是对这件事情认知的基本上的 背景 这种背景 当然这个习近平身边还有一群 习近平身边的这些人 差不多都是我这年纪的人 差不多我这年纪 所以他们会有一些这种 类似的这种 文化背景 再加上什么 习近平爱听啊 东升西降多好听啊 我要大国崛起 你不东升西降 不知正好 瞌睡碰到枕头了吗 应该是一个这样的 应该是一个这样的 逻辑关系 大概是这样 我不觉得 跟大麻没关系 大麻这个事情太小 我觉得还是一个 对全球这种 全球发展局势的一个基本的判断的一个误读吧 情况 新疆问题从1989年5月17号屠村开始讲起 当时一夜 一夜间屠杀了一个村子约3000人 从此新疆就有了大大小小的事件发生 直到2009年 事件后才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观点 坐标北京 昨天及前面王老师的视频中提到 中国大陆人民打疫苗积极性低 是因为对疫苗不信任 我认为大陆人民 群众的觉悟没那么高 他根本不知道大陆疫苗有多烂 外国疫苗有多好 有什么区别 主要是被操控下的认知混乱 以及 现实接种能力的结果 一方面被宣传洗脑 大陆防控有多好 那么就认为根本没有危险 连口罩都不觉得应该戴 那还打什么疫苗 另一方面组织能力差 运动一阵风 很多人想打疫苗 但是轮不到 这个也有道理 这个也有道理 不信任 不信任也有 我认为不信任还是有的 也就是说 可能 很多人不愿意打 也有人愿意打 打不到 也有人不愿意打 你就强迫他打 我觉得这两个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观点 中西方这一年来相互制裁有一次特殊 就是中国制裁川普的 前政府官员 那次不是立刻制裁 而是等川普政府 下台后才实施制裁 说明中共担心制裁带来的不可控后果 从这个情况来看 可以看到中共的沉压底线 你可以看 你看 西方国家从美国到欧盟 他们制裁的都是什么 中共现役官员 全部制裁的是现役官员 新疆官员 也都是现任的官员 西方国家 中国制裁西方 从美国到欧盟到英国 没有一个官员 都是学者 那么要么就是议员 没有政府官员 发现没有 为什么 如果你制裁政府官员 那后面怎么见面 没法见面了 提问 王先生是否支持抵制冬奥会 一方面 到一个实行种族灭绝的国家 参加奥运会是一种耻辱 另外一方面 奥运会是无数运动员的梦想 他们为了这一体育盛事付出了多年的努力 我们是否应该把政治参进来 夺去他们参加比赛的机会 这个好问题 先说第2个问题 就是说 运动员是不是应该把政治放到体育运动当中去 我告诉你 中共 把政治放到所有的里面去 从你生孩子开始 他都放到里面去了 所以你要跟中共讲 在体育里面不放政治 你是不是太幼稚了 你说呢 对待中共 任何事情 都要讲政治 如果你不讲政治 你就输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没什么好说的 至于说我们怎么去 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 让这些运动员 会有一些 会什么呢 会 不要牺牲掉他们 你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安排 搞另外一场运动会也是个好想法 你说呢 所以我觉得 这件事情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第1个 尽快办 第2个 要做后备方案 要有Plan B 王先生是否支持抵制北京冬奥会 你看不出来吗 你看不出来吗 你应该看得出来吧 观点 观点 对于联合国主导的调查我不抱希望 有兴趣的网友可以百度一下 特莱西恩斯塔特 这个位于捷克的纳粹时期犹太人隔离点 迫于国际压力 1944年 纳粹德国允许 国际红十字会前往视察 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 结果红十字会一无所获 战后发现这里作为通往奥斯维新的中转站 前后14万犹太人经2万人 幸存 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需要不抱希望 就是 我们要推动一件这样的事情 就应该抱着希望去推动 为什么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事情可以把所有的痕迹都抹平的 就像现在 你就算现在他们准备了一年时间 你派人去 武汉病毒所调查 你试试看 看他肯颤 一定会肯颤 你信不信 你现在让你去做准备 准备一年时间 我派人去新疆调查 他一样会肯颤 就是这个道理 没有 不可能把所有的痕迹全部消灭掉 事在人为 不要去 我还是那句话 不要去说中共最高兴的话 中共喜欢高兴哪些事 你就不要去说 他最喜欢听你这样的话 我不抱希望 不抱希望 干了干啥 不用干了嘛 是不是 那不是正好 随着他的愿吗 不要说这样的话 不要说我知道什么 我早就知道是这样的了 不用做这件事情 中共最喜欢你这么想 最希望你就这么想 大家都这么想 那我们还做了干啥 所以这件事情 我不想这么说 观点 数字货币看起来是金融方面的一带一路 提问 一带一路 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一带一路 录不起来吧 我都说了 他可以作为一种结算模式 没问题 可以实现 但是要成为一个跨境 跨境结算的手段 叫什么 微不足道 OK 提问 老师最近 在最近几期题目提到国债问题 有种言论说 目前PRC拥有最多的美元国债和美元外汇主力 存底 随时可以利用拥有美国国债和美元外汇存底来制裁打击美国 这种观点成立吗 实际操作可行吗 会有什么影响 请王老师帮忙解惑 中国手上应该 我印象中 应该有将近2000亿美元吧 两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三万多亿美元 那么其中三分之二是美国国债 为什么 因为美国国债就是个这么大的水池啊 就是你要知道 中国手上的外汇储备三万亿美元 你要把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放到一个水池里面去 你得找个很深很大的水池才行 否则你一扔就框一下 市场可能都炸了 所以 全世界 的中央银行都把他的 都把他的外汇储备放到美国的 国债市场 这是因为他足够深 足够宽 所以 中国的外汇储备就放在这里 这是第1个 第2个 中国应该是排第2 第1是谁 第1是日本 第1是日本 我记得不确切啊 因为 因为我不会天天看 然后手上握着这么多的美国国债 他可不可以当做一个武器来使用 可以 如果中国 在国债市场 拼命的抛 抛售美国国债的话 会对美国的金融市场造成冲击 冲击非常大 这一抛嘛 利率就会上升 利率上升 利率上升 收益率上升 收益率上升会对美国的 金融市场的利率产生冲击 那会不会打击美国 会打击美国 对美国来说 如果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 对美国来说 这无疑于宣战 就是 你在用一种金融手段对美国发起攻击 这跟发起一场战争没有区别 所以 如果是这样的话 美国也有办法 美国有应对的办法 就比如说 冻结你的账号 不让你抛 或者直接就冻结你的这个美债 美债 拥有的美债 让你 让你 总之让你没办法去对金融市场 踩出冲击等等 所以 中国手上握的这些国债 是可以对美国进行攻击 但是如果他发起一场这样的攻击 他可能遇到的反击 比他发生 进行的攻击 对他的产生更大的伤害 就是这样子 但是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算是他对美国的金融市场产生冲击 也不会很长 也是个短期的这个冲击 为什么 因为美国国债市场非常的大 非常大 所以 他会产生冲击 但是冲击也不一定很久 他扔两天扔完了 就没有影响 所以这个问题 我不觉得 中国会选择这种工具来攻击美国 这不聪明 而且 杀敌800 自损1万 大概是这个概念 提问 最近美国跟澳洲正在讨论应对台湾军事冲突的应对方案 莫里森前两天也公开提到 希望和美国合作 在澳洲制造武器 比如战舰和潜艇 还有导弹 还有导弹 这个动作代表什么 你忘记了 他们是五眼联盟 澳洲现在的情况是 中澳关系 基本上翻脸 然后澳洲 澳洲很 很强悍 就基本上他所有的事情 澳洲 你可以跟澳洲做过很多事情 你看 新疆议题 其中有一个报告 就是澳洲出来 台湾大选 王立强案 澳洲报出来的 澳洲其实是 你可以看 在跟中国对抗当中 澳洲占的第一线 澳洲跟中国的冲突很激烈 制裁澳媒 制裁葡萄酒 中国也跟他撕破脸 双方基本上是撕破脸 所以澳洲跟美国谈这个 谈应对台湾军事冲突的问题 这就是五眼联盟的态度 应该是这样 这反映了什么 反映了跟中国对抗的这些势力都在集结 观点情绪 昨天跟墙内一个好友 讨论目前大陆疫苗跟新疆议题 这个好友其实人很好 但被洗脑很厉害 我当然是批评CCP 他说如果在日本侵华时代 你们一定会被定义为汉奸叛徒 我回应说我不是中国人 我不是台湾人 不是纽西人 我是人 我的道德标准底线是不背叛人类 结果他就不回我了 情绪 当想起香港 缅甸和其他被压迫的人的时候 总忍不住想骂脏话 谢谢王老师在节目中偶尔的真情流露 挺解气的 祝福有正义感的朋友们 谢谢 观点 新疆议题是更容易看到的 病毒问题没那么直观看到 制裁新疆问题是更直观的对抗中共的手段 OK 情况 王老师好 现在墙内的人 大多数都无法理解 中国少数民族人权问题 我去过西藏生活三个月 我了解那里的藏人是没有人身自由的 我去了很多边境的景点 但是这些景点藏人是无法享受的 在去中布朗玛峰的路途中 我看到有藏人是拦住不让进 老师公务员不能出国 去香港 澳门 台湾 我觉得大部分的汉人 汉族人 对这些事情知道吗 他们是知道的 他们是知道的 只是多少的问题 大部分的心态是什么 大部分心态还是一仰脖子过去了 一仰脖子过去了 反正我占了便宜嘛 占了便宜 反正在这个问题上 我又没有负担 他就当自己是赵家人 一起都有好处就算了 这是汉人的心态 你说他完全不知道 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 情况 今天下午在Clubhouse一个房间里面不少中国记者讨论国内的舆论环境 本来以后国内的记者都是 本来以为国内的记者都是替党说话 没想到有很多记者 不是不满党媒信党 他们仅仅是不敢说话而已 情况 我经常翻墙出来听王先生对中国和国际发生的事情 的剖析 见解深受启发 把符合普世价值观讲解 给身边的同事朋友听 他们觉得无法理解 也不能接受 还要拿CCP那套理论来反驳你 作为老师也算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 价值观完全和墙外不同 很受伤害 很受伤 觉得完全无法和国内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交流了 我只能自我交流了 OK 这个不奇怪啊 不奇怪 观点真的有太多的中国成年人被洗脑的厉害 我一个在新西兰比较熟的朋友是新疆石科子人 汉人 兵团的总部石科子 我去过 他早两天发朋友圈怒斥西方造谣 真的是非常粉红 而且身边这些朋友和亲人 非常的多 不翻墙 看不到真相 真心希望西方世界联合起来 推倒这堵墙 观点 不要说墙内的年轻人 就拿我的长辈来说 经过土共建国以来的一系列恶性 现在居然还在替土共说话 非常常用的一句话就是 难道生活不是越来越好吗 所以让墙内的人能认清土共的真面目 需要更多的像王老师这样的节目 让墙内看到 其实现在 现在中文的这个YouTube平台上面 还是有很多的 很多很专业的这个 这个中文的YouTuber 在做这方面的内容 各个层次都有 所以不是完全没有 情况 大学时代 生活区门口有一个长期卖烧烤的新疆小伙子 为人和善 有次班级秋游结束 剩余许多烧烤食品没有吃完 让小哥帮忙烤 忙活了半天死活不肯收钱 每个群体都有好人坏人 这些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经历 其实都能说明很多问题 抛开专业五毛 真心奉劝 能听到王先生节目的自干五门 好好思考一下 什么是民权和同理心 爱国不应该盲目 观点 中共对于各个宗教团体的行为 以及在文革期间对汉族人的行为 是不是一定程度上也符合种族灭绝罪 他们的行为从来没有停止过 非常正确 其实中共 中共对所有的中国人是种族灭绝 所有的中国人 你从 从1949年开始的镇压反革命 算不算种族灭绝 算吧 到文革 到反右 到大跃进 大跃进的这个 造成的这个饥荒 饥荒其实就是人祸 到后来的六四事件 你一系列你一字算过来 中共对中国人 进行了种族灭绝 观点 我认为新冠会对国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产生永久性的影响 并且新冠病毒不会消失 理由如下 武汉肺炎病毒属于 RNA病毒 变异能力极强 在感染基数大的情况下 我认为不可能通过疫苗将其消灭 甚至检测手段如果不及时更新 其精确性 会急速衰减 在这种情况下 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受到抑制 靠人口红利发展的国家 其发展速度会减慢 国际贸易和交流 会受到影响 这些影响是长期的 疫苗不是消灭病毒 疫苗不是消灭 疫苗只是抗体 让你的身体产生抗体 产生抗体的是什么意思 是保护我们 这个病毒 我们消灭不了这些病毒 病毒 人类社会到现在没有消灭病毒的手段 人类社会现在只能消灭细菌 但消灭不了病毒 所以病毒并不是消灭病毒 是让它没办法传播 当它没有办法传播的时候 它只在这个人身上 让它自己的抗体慢慢形成之后 也会 它就好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 我觉得你的判断不对 鸣谢 姥姥王 为新疆维吾尔族加油 谢谢姥姥王 谢谢 东野主人 谢谢 终于赶上直播了 支持王先生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霸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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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